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7月,腾讯云,斗鱼等相继宣布正式进入日本市场,稍早一些进入的抖音TikTok和网易游戏已经取得成果,TikTok在日本已经成为越活千万的全民级应用,网易游戏下的荒野行动连续霸榜日本APP Store游戏畅销榜,吸睛能力与日本本土龙头产品不相上下,日本理应是出海的优先选择,与中国距离近。 不过两千多公里,有文化共通,有相似的汉字文化、佛教、儒家文化。 2013年,时任UCCEO的于永福在总结UC的国际化打法时曾这样说过,UC思考如何开拓全球市场时,将全球移动互联网划分为四个区域,欧美、中国、世韩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。 当时我们选择了进军新兴市场,但并没有首先向日韩突破,因为这两个市场内生性比较明显。 尤其是日本,有影响力的企业和商业模式,几乎都是从其本土内生的,整个互联网产业环境非常封闭,外国公司很难取得成功。 所以,直到今天,虽然UC浏览器的全球用户量已经很客观,但日本依旧是我们明确阶段性放弃的市场,这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企业,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对日本市场的看法。 于是在一段时间,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顺序往往是,香港澳台地区,然后东南亚印度,再是欧美,将日本放在最后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冷写变化? 抖音们是如何打开局面的?日本市场的价值是什么?对于中国互联网企业来说,值不值得花大力气做。 9月,虎秀Pro来到日本,我们实地探访了十余家企业,试图摸清这些问题。 一,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日本的发展究竟如何? 中国互联网企业进日本市场的第一轮高潮是由金山带起的。 我到日本采访的第一站便放在金山,它的东京办公室位于以高档办公楼和住宅著称的赤板区域,人数有一百多人, 百分之八十为日本人,办公室面积不小,占了一层楼,装修颇为讲究。 金山日本CEO冯达告诉我,他们之所以能在日本站稳脚一方面是团队的本地化。 严格来说,金山日本并不是金山在日本的分公司,它是由金山和在日本的合伙人共同出资创办。 金山提供资金、技术和产品,日本合伙人管理和市场的开拓,具有决策权,几方的目的明确,拿下日本市场,最好能独立上市。 这种合伙人的模式,让金山日本更像是一个本地的创业公司。 在最初两年,这家公司维持着不足十个人的规模,还有一点是其业务一直随市场需求而变化。 目前除了大众印象中的WPS、杀毒等软件,它也有广告代理,帮助国内产品到日本落地等企业业务, 还有直播、游戏等2C业务,金山日本的变化也能反映出中国企业出海的业务变化。 这一轮日本出海高潮有百度终结,2006年年底,百度高调宣布国际化,并将第一站放在日本。 这一决定在2006年的百度大会上提出,马上引来了一片质疑, 认为百度没有根基,不扎实,但李彦宏却对日本之行充满信心,有报道称百度单在筹备期买服务器就花费1亿元人民币。 2008年1月23日,百度日本公司正式成立,浪花不大,后来百度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披露。 在2008年到2010年的三年中,百度海外业务主要指日本,净亏损1.96亿元,2.24亿元,2.6亿元,到2015年4月,百度日本宣布关闭搜索服务。 百度日本正式以失败告终,有熟悉百度日本的业内人士不无可惜地告诉虎秀Pro,百度进入日本时其实是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 彼时,雅虎日本资本变更,美国总部不再给他提供搜索服务,于是雅虎日本需要找新的搜索引擎来替代,市面上可供雅虎选择的并不多,没得选就用了谷歌,错过的原因有三。 其一,百度日本公司本身决策权不高,大小决策都需要由北京总部决定。 其二,产品本地化做得并不够好,无论是语言,算法还是网页。 结构都存在问题。